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服貌太陽花學潮進入到第21天 學生代表林非凡表示 今天晚上將公布學潮的未來走向 NCC表示 接過超過900屆民眾檢舉 不滿中天電視節目 抹黃太陽花學運 朝野女立委也批評中天 污蔑女性 被黑龍江劍三江當局 非法拘留的三位維權律師獲釋 唐吉田表示 他在拘押期間遭受到酷刑折磨 並被威脅活體取勝 挖坑活埋 新聞開始 帶您來看到 反服貌太陽花學潮進入到第21天 在媒體議論所謂的退場機制時 學生代表林非凡 今天中午走出了議場 在青島東路上表示 今天晚上將公布學潮的未來走向 並強調成就 是屬於每一位堅持的同學 後續有進一步消息 我們將持續為您跟進報導 針對兩岸服貌爭議 昨天立法院長王金平 做出了先立法再協商的承諾 不過今天立法院的兩岸監督機制 法制化公聽會 卻遭到了國民黨委員來阻擋 甚至不讓陸委會主委王玉琦率官員進場 朝野進行程序發言 僵持到10點50分 才開始進行公聽會 讓學者專家來發言 進來怎麼可以擋 現在關於進來不可以擋人家 兩岸監督條例的一個公聽會 這違反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第54條的規定 執行長他們說他們以這個會議的名稱來看 只是在談要不要法治化 那完全不是 那完全是偷跑 因為我知道說裡面好像正在為這個 能不能進行的司法性正在協調 所以我們想先等這個問題釐清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接下來怎麼處理 民進黨排兩岸監督機制法制化的公聽會 卻遭到國民黨委員批評違反程序 甚至把陸委會主委王玉琦阻擋在門外 雙方爭折了15分鐘之後 王玉琦才在混亂當中進場 而後朝野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程序發言 才釐清爭議 公聽會只是讓學者專家 表達兩岸監督機制法制化的意見 和兩岸監督條例 副委與否不相關 國民黨讓步之後 才讓公聽會順利舉行 兩岸監督條例的一個公聽會 立法院長王金平昨天公開聲明先立法再協商 國民黨團拒絕背書 對此總統馬英九今天上午出席了表演藝術成立大會 被媒體問到並沒有多做回應 聽到記者問到對王金平昨天聲明的看法 馬總統是笑笑的沒有回應 今天他出席表演藝術中心的成立大會 不過當典禮安排來賓為剛成立的表演藝術中心加油打氣時 發現馬總統的打氣筒上 竟被貼了一朵小小的太陽花 變成像馬總統在為太陽花打氣 也成為現場媒體意外的關注焦點 NCC今天表示 接獲超過900屆民眾的檢舉 不滿中天電視節目抹黃太陽花學運 朝野女立委也批評中天實在是太誇張 誣蔑女性 今天早上交通委員會多位女立委 就要求電信主管機關 NCC該好好管一管 我們都去看了 我坦白講站在一個女性的立場 我真的是覺得很難過 這樣子的誤化汙辱 一個女性 簡直是低級 請問主委 這兩個節目觀眾打電話到NCC 比例是多少 跟我們報告 如果您所提的第一個案例 是指一家商業電視台的話 我們在週末收到的申訴 已經超過900件了 超過900件 好 那麼請問主委你們準備怎麼處理 我們一定會提送節目 廣告內容諮詢會議 提提什麼 廣告諮詢會議 什麼時候開 我們會盡速召開 而且就它內容所涉及的 違反性別平等原則 以及甚至有抵觸法令的嫌疑 我們一定會做非常周圓的審議 NCC主委時事豪說 民眾檢舉中天 週末就已經接獲超過900件 立委要求主管機關 不應該放任電視台製作不當內容 立委提案10天內開NCC諮詢委員會 討論中天是否違法 另外針對福茂協議開放 二類電信的爭議 NCC則堅持開放 力大於弊 諮詢安全本來就會有風險 不過立委也質疑 中共意在滲透不再投資 政府實在是太樂觀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 財經100秒 包括新浪微博阿里巴巴等中國企業紛紛宣布赴美上市 但分析警告 今年中國赴美上市企業的估值比美國同業最高多十倍 法律架構和會計實物和美國不一致 放空枕若鑽漏洞 將造成投資人龐大損失 分析指出日本央行在明年底以前 料將提高貨幣流通 增幅超過50% 攀底3.27兆美元 日銀如果加碼量化寬 應酬速度不久將超越美國聯準規 根據功能統計 今年全球資訊科技IT支出 將穩步成長到3.8兆美元 較2013年增加3.2% 而傳統的PC使用者 則逐漸萎縮成數量較少但較穩定的出去 市場傳出鴻海集團近期 積極與台灣最大有性電視業者 中加網路大股東安博凱接觸 有意以639億到648億元 收購安博凱持有的中加全數不全 6號鴻海中加安博凱對相關全文都不予置疲 新唐人電視整理報告 接著我們來關心下節新聞重點 中國和澳洲船艦分別在不同的海域 探測到馬航MH370的生活信號 英國海軍前往協助確認 被黑龍江劍三江當局非法拘留的 三位維權律師獲釋 唐吉田表示 他在拘押期間遭受到酷刑折磨 並被威脅活體取勝 挖坑活埋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母艦新聞 歡迎回來關心馬航MH370的消息 針對中國海軍1號和澳洲海洋頓號 分別在不同的海域探測到了聲波信號 英國海軍回聲號艦將前往協助 來確認是否跟馬航有關 澳大利亞搜救協調中心主任 退役空軍上將安格斯·休斯頓 針對中國海巡船兩次探測到聲波信號 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這早上我們被訪問 中國海軍1號警方 提問 海軍01 早上 早上 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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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秒 2 2 公共 1 公共 公共 1 2 1 2 1 2 1 海軍1號本週六探測到了頻率為37.5千克的脈衝信號 澳大利亞搜尋機構認為 海軍1號本週六探測到了頻率為37.5千克的脈衝信號 澳大利亞搜尋機構認為 這與飛機上黑匣子的聲波一致 但強調不能斷定這與失蹤的波音777飛機有關 目前有12架飛機和13艘艦船 在對珀斯西北2000公里處三個不同的海域進行搜索 新大人記者王晨光綜合報導 中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神韵藝術團在歐洲的演出 但阻擋不了慕名而來的觀眾 許多歐盟官員日前來到布魯塞爾欣賞神韵 他們讚嘆歌詞向人們傳遞了生命永恆的訊息 來自匈牙利的紐丹卡夫婦在中場休息時 就對神韵的高超表現力讚嘆不已 演出結束後他們有了更多的領悟和感慨 我認為這個表演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表達這個信息給世界 使用音樂和舞蹈的語言 因為大家都明白 不僅僅是精神的 但也感到情感 我認為這個表演得十分效果 也有很多孩子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紐丹卡先生對歌詞的感觸尤為深刻 紐丹卡先生對歌詞的感觸尤為深刻 而是永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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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地上 也不在地上 可能只能有些 символ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知道 那這不是永恆的生活 我们要不只在每天的简单的事 而是在存在的一种更加异性的事 新唐人记者尼克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欧语冰雹和抢风 周四起重撞了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大片地区 印第安纳州 密苏里州东部 宜州南部和肯塔吉州西部都发布了山洪预警 其中饱受洪水袭击的密苏里州 已经宣布一些线进入紧急状态 英国BBC报导 美国圣地亚哥一名五岁男孩 克里斯多夫·彭海塞尔 意外发现了微软Xbox Live服务的安全漏洞 微软修正错误 并将克里斯多夫列入安全研究人员名单 克里斯多夫不但收到微软正式感谢 还有四款游戏当作谢礼 全球香蕉面临危机 黄叶病热带第四型灾情蔓延 从东南亚席卷至非洲 科学家更担心有香蕉艾滋病之称的黄叶病 会蔓延到拉丁美洲重创全球香蕉产业 德国车神舒马克 去年12月在法国发生滑雪意外 就一直昏迷不醒 不过他的经纪人今天表示 车神状况出现好转 还曾经出现清醒时刻 令他的家人和医疗团队振奋不已 被黑龙江建三江当局非法拘留15天的唐吉田 王成江天勇三位律师昨天获释 获释后的唐吉田告诉本台记者 他在被拘押期间遭受到了吊口毒打等酷刑折磨 并被威胁活体取胜瓦肯活埋 同法轮功学员一样 送到青龙山洗脑班来强制转化 4月6号下午3点 本台记者拨通了唐吉田律师的电话 唐律师表示 他早上4点多办理了相关手续后 被建三江公安局三个警员压到加姆斯 唐吉田说 他和江天勇等四位律师 在被拘押期间都遭到酷刑迫害 他现在前胸还感觉疼痛 在酷刑折磨的过程中 警察边打边叫喊 唐吉田表示 江天勇律师的前胸软组织也被打伤 而张俊杰律师当时被打的西装都四岁了 后背都止不起来 呼吸困难 唐吉田指出 建三江适用酷刑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反映了当局对公权力的漠视 唐吉田表示 在身体恢复之后 将对黑龙江当局非法拘禁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 新唐人记者陈汉 施怡军采访报道 5日清晨6点40分 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 发生瑞士规模5.3的有感地震 震源深度13公里 据说可能有数千名房倒塌 但是否有人员伤亡 灾情人待调查 中国大陆进入清明节小床架 会预防昆明车站恐攻事件再度发生 各大城市交通枢纽竟有警力严正以待 杭州 成都城寨还进行反空演练 并广州市民几百仙员骨灰 都要先打开骨灰盒接受安检 市民批评警察骚扰仙人 江口官方4日公布 发现第8例仍感染H19型流感个案 感染者为一名来自深圳的65岁独居男子 出播调查显示 这名病人最近曾于深圳入所附近的一处市场 购买已经屠宰的鸽子 从3月25日起 希望黑龙江建三江生源的律师和公民 遭到当局的暴力殴打 恐吓 跟踪 绑架或驱逐 甚至黑头套 去前方生源的律师均遭到当地司法局的官照 质责和威胁 其中女律师王胜生被戴黑头套 用胶带反绑双手 非法狙击20余小时 暴露一片谴责声 当地民众也戴上黑头套呐喊 女律师被黑头套 光明在哪里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有香香第一才子之称的香港著名作家陶杰 首度指导的电影《爱寻迷》即将上映 他接受了本台专访时透露 作品有很多的隐喻 反映了现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陶杰出席香港国际电影集的活动 谈到他首度指导的港产片《爱寻迷》 陶杰表示 这是一部让观众品味的戏 我这个电影里头有很多留白的地方 有很多暧昧的地方 让观众的感受 而不是说明明白白的把故事全说出来 影片透过三个男主角的故事 穿插了六四烛光晚会 特首玄机丑闻 香港人集体回忆等社会现实 以及大陆留学生和香港讲师之间的爱情故事等 这个电影呢 这里就有吻合很多自己的隐喻 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这个文化的沦亡 还有呢 就是说 那个 一个有修养的人 一个呢 爱国的人 他内心的孤绝感 另外 被问到台湾学生反服貌行动 陶杰表示支持 又呼吁马英九不要跟从中共放弃原则 这个马英九的表现让人比较失望 那么他应该知道这个协议是要详细一点的审议 因为呢 就是说你跟大陆做生意 你是这样聘经济 但是他要聘政治 他要聘统议 所以呢 这个台湾民众的诉求是正当的 如果这个事你做错了 就要改正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新唐人记者梁珍 王文君香港报导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卫生福利部长邱文达到立法院 被寻立为忧心 开放入资来台对医疗产业的处击 太阳华水运引发了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认为可能会改变亚洲以及华人世界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欢迎回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现在正在举办两岸监督机制 法制化的公听会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黄国昌表示 政院版的两岸监督条例 根本就是把目前的福茂黑箱 就地合法而已 国会事实上去介入去参与 实质的权限是没有的 也就是把现在的黑箱程序 就地合法化 更荒谬的事情是 现在大家都在指责的 把福茂协议错认成行政命令 去误用立法院职权行事 把61条规定的程序 这么荒谬的法律适用 我们行政院版的解决方式 竟然是明文 透过让他可以准用的方式 来加以解套 那也就是说 行政院的立场 从一开始到现在 没有改变过 黄国昌表示 他从参加第13场福茂公听会开始 就不断质疑 大院到底要以何种程序 来审查福茂协议 但至今没有人回应 会中多位法律专家 也发表了类似意见 质疑行政院版居心不良 将留下很多操作漏洞 卫生福利部长邱文达 现在也正在立法院来接受质询 朝野立委轮番来提问 忧心开放路资来台 对医疗产业的冲击 挂黄包啦 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红包价钱 600万啦 每年150万成长 报告委员 大陆的医生 不管他是过去是台湾籍 或是其他的 都不能来台湾这边医疗 第二 如果他真的是要 有人去换肝换肾的话 他也不用绕一大圈 他现在他们就可以去招来 可是我现在可以讲说 当我们开放入资来台湾 投资医疗院所的时候 整个主宰就是在入资的 在中国大陆这方的 立委陈杰如同时也质疑 福贸中规定陆方投资 必须与本国人合伙 资金比例不得超过50% 立委认为此项管控目前无法可管 背后极有可能遭到中资来操纵 严重的压缩台湾业者 要求卫生福利部 严拟配套措施 太阳花学运进入到第21天 艺人界人士昨天发起了 人人都有太阳花的活动 力挺学运 学学文创董事长徐立林 甚至感性到边哭边致辞 我们这一代 我们做的不好 我们做的不够 如果我们现在连 诚实出来说话都不敢 我们要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是一个这样子不完美的制度 学学文创董事长徐立林 一开口就哭了 樊博行政院长江仪化夫人 李淑珍眼中所看到的学生 他感性地表示 如果现在连诚实出来说话都不敢 我们要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是这样的不完美制度吗 昨天下午 艺文界人士奇聚 用诗、绘画、音乐 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力挺太阳花学潮 台湾的民主是华人世界的骄傲 这三个星期以来 台湾的太阳花学运 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日经商业周刊 台湾报道了台湾的太阳花学运 认为是前所未见的成熟 德国日报则评论 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不仅对海峡另外一边的中国大陆而言非常重要 在未来甚至能够改变亚洲以及华人世界 四号 瑞士最悠久的报纸 新苏黎世报以 秩序公民的起义为标 报道台湾太阳花学运 详细描述一场内各团队有组织的运作 报道还赞赏立法院内外参加学运群众的高度秩序及纪律 现场的文件夹规定了哪些区域可以静坐 哪些通道必须控出 垃圾务必经过分类 就连流动厕所的使用规则都一清二楚 报道还指出 这场学运已经超越政党 学生代表们抗拒与政党联盟 坚持和政客保持距离 日前 日经商业周刊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是前所未见的成熟学生运动 或许有天能改变亚洲 四号太阳花学运更登上德国日报头版 以自由贸易的民主考验为标 内文写道 这波学生运动可将民主推上更高的层次 其所带来的经验不仅在华人世界 在别的地方也能受用 第四页还有全版报道 结尾写道 这次运动是关于民主或专制的选择 不是反中 而是要能由人民自觉参与决定 从有许多香港人来台观摩这一点 就看得出来 太阳花运动对中国的重要性有多高 纪律 秩序 成熟 外国媒体期待 台湾太阳花学运将民主推上更高的层次 不只改变台湾 更影响亚洲 华人地区 甚至全世界 新唐尔海电视张晴玲整理报道 以下带您关心四月七号星期一的天气状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间新闻 我是宁运祥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